收到仪器之后总共又有这些配件 然后我们拿出来之后 这里这个是机关手柄 这是脱毛手柄 这个是RF手柄 脚踏板 电源线 机关手柄的机关头有三个 10645321320 RF的机关头有三个 大的 中的 小的 一把钥匙 注水漏斗 还有三个挂架 欢迎大家购买我们公司的产品 收到货之后 首先把主机给拿出来 然后我们先安装这个 机器的挂架 然后挂架的话 我们是对应这些螺丝口 去把螺丝拎上去就可以了 总共三根挂架 挂架安装好之后 我们就开始安装手柄 这个机关手柄是放在这边 这个挂架的 然后这个是它的卡扣 然后对应 字母 三对应的字母去安装 它卡进去 然后这个旋钮 送时针去旋井 这样 满不了就可以了 然后就到这边 这手柄是安装在这边的 也是一样 有地应的旋律 好轻轻 轻转这个旋律就可以了 然后就到这个RF手柄 这RF手柄这个按钮要对外 然后后面这个就是安装RF手柄 鱼器安装好之后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给鱼器加水了 鱼器要加满水之后才能开机去使用 然后这边是有三个孔 这边是加水口 这个是溢水口 这个是放水口 放水口是每一个月 放一次水的时候 把这个盖子拧开 让这里面的水都流完之后 就可以拧上盖子了 然后我们加水的话 这是先把这个溢水口和柱水口 全部都拧开 拧开盖子之后 然后我们加水完 这个用这个加水漏斗 去拧上这个加水口这里 然后往里面加纯净水 或者是蒸馏水 加到这个溢水口这里 由水流出来为止 然后加水 加满水就可以了 正常开机去使用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擦上电源线的地方 这边是仪器的开关 打上去 我们安装好之后 然后水也加好之后 就可以正常去开机了 按钥匙拧一下 然后 这个是开关 行动开关的钥匙 这个是仪器紧急开关来的 如果说仪器在不正常的情况下 拍一下这个按钥匙 它就自动关机了 再次开机的时候 旋转一下这个旋扭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 这个拖毛手柄的 拖毛手柄是用这个第一个界面 点进去 然后这里是有损向1和2 1的话是定点拖毛的 就是小面积拖毛的 2是快闪拖毛的 是大面积拖毛的 比如手臂或者是大腿 然后这边是加减 加减是点这个脉宽 去调脉宽的 一般是鱼器已经默认好数值了 就不用去调了 除了这个 这个是一秒出一次关 算这种的话 如果说快一点的话 就调往上加 一秒三次关 一秒四次关 这样子 这个2也是 然后这边就是它能量的加减 一般能量从15起调 然后操作的时候 就是能量要调到顾客 他感觉到有热感 有点热热刺刺的 就说明能量已经调到位了 就不用再瓦山加了 就可以用这个能量去操作 然后下面这个是显示发速的 这是仪器温度 这个是水流正常的 如果不正常会有一个交叉 然后这里是准备和开始 准备和暂停 然后这个是制冷 雪花 你调多大 它就制冷就有多强 一般默认子是全部打开的 这个是返回键 然后点准备之后 仪器就开始正常去工作了 这个是手柄的按钮 按一次它就出一次关 然后操作的时候我们是首先要给那个脱毛的部位去涂上大约一个硬币厚度的凌胶 然后再用这个手柄去操作 小面积的是这样盖章式的去操作 脱毛 弄肤也是一样的 然后大面积的话就要选这个 暴摩模式然后点在这里把它频率调高一点调3或者是4的频率去操作 超正常操作的话是要贴近皮肤的 现在只是一个示范就这样子给你们看一下 这里是有选项的 这里是有选项的 这个是通毛 这个是嫩芝 这个是气泡是洪水池这些功能的 然后嫩芝的话它调节方式也是一样的这些 它能量由15开始调 调到嫩芝的话 它这些基本上是调到顾客它感觉到有热感就可以了 它不用感觉到刺刺的 去翻的话就要感觉到热感还有一点刺刺的 然后就到这个激光手柄了 这个激光手柄使用的时候要先把这个盖子给拧开 把盖子拧开之后放一边 然后这里是有1064-532-1320 1064是做深色的眉毛或者是纹身 比如黑色 这个532是指彩色的眉毛或者是纹身 比如红蓝眉啊彩色的纹身 这个1320是黑脸娃娃 黑脸娃娃是要配合烫粉去操作的 这里是这个手柄操作界面 1064的激光头是对应这个1064 然后532是对应这个 1320是对应这个755的界面 首先我们先锁一下这个1064 激光头这里去拧上去就可以了 拧上去然后我们点进界面 整个界面就是这样子 这里返回 这个是即发速 总共用多少巴士 这个是调节屏幕的亮度的 这里是温度 仪器温度 这是开始和暂停 这边是能量 能量的话我们初始值 建议从350开始起调 然后如果说能量不够的话 我们再往上去加 这里是调这个频率的 频率的话新手建议先从1开始调 等后期熟练的时候可以调成2 或者是3的频率去操作 如果说是调成2的话 就是1秒数一次关完 然后这边是脉框 脉框不用调的 已经是仪器固定好的了 然后我们操作的时候 复制调好 然后点这个点成绿色就开始了 开始之后我们仪器脚踏板安装好之后 然后放在这里 要踩脚踏板去操作 操作的时候这个直接对着皮肤去操作 1064探头一般是洗深色的纹霉或者是纹身的 然后我们操作的时候这样子 踩这个脚踏板它就会 开光 如果能量不够的话 我们再往上去加 去操作 现在我们先暂停暂停返回 然后再到这个532的机关头 然后我们点击见面 532的见面也是一样的 开解方法都是一样的 然后点击开始 开始之后就去操作 532的关有点字眼 532是彩色的纹身或者是纹霉的 然后我们点返回 返回到这个界面 我们开始用这个黑脸娃娃 黑脸娃娃是要配合那个炭粉去操作的 然后我们就这个就是烫粉 一期配的烫粉 我们抹这个烫粉 我们抹这个烫粉 只需要一点点就可以了 涂在脸部 涂在脸部 这里就好比是涂脸部 这样涂薄薄的一层 涂薄薄的一层之后 等它干到大概有七八分干的时候 就可以去操作了 操作我们能量的话 可以从500开始调 然后频率调成2 或者是3 都可以 这样就会把这个烫粉给打掉 把烫粉打掉了之后 可以先给 然后给那个顾客 附一张面膜去使用 这个就是黑年娃娃的操作方式 然后我们先暂停 然后我们就到这个RF手柄了 RF手柄要先安装这个 这里有大中小三个探头的 然后小的这个是操作脸部的 脸部 还有那个 这个中号的 中号的也可以操作脸部 还有脖子 这个大号的 这个大号的是操作那个手臂 大腿啊 然后我们先用这个脸部的小号的吧 要先从这里去拧开 拧开这个之后 然后这里对应的这里去拧上去 拧开了之后 就再把这个盖子给拧上去 这样就可以了 更换看头的时候 我们就拧开这个盖子去放上去 然后这里要RF的界面 然后这里是调到那个频率 频率快慢的 最高是3 然后一般新手的话 建议调1开始 熟练之后那条2-3 然后这里是调它那个能量强度的 最高是2-10 一般建议先从5开始 然后这里是它那个制冷 手柄的制冷 一般默认值开到最大就可以了 这里是发复 然后仪器的温度 还有宿流正常 等一下准备 然后准备之后 它就开始去制冷了 正常制冷了之后 然后也是要配合这个脚踏板去操作的 然后点好准备 我们操作的时候 是这个手柄 这里有一个开关 单独的开关 按一下这个 它就会一直在一秒钟发射出一次的能量 然后你看一下这里 屏幕也它也会跟着去跳动的 我们正常操作的时候是按着这里 是要也要配合那个凝胶的图大概是一个硬币厚度的凝胶去操作 操作的时候要千万要注意不要固定在一个地方去操作 要来回的去滑动去操作 这样就不会烫到皮肤 对来回这样去操作 能量的话一般是调到顾客的感觉到有一点温热的感觉就可以了 然后点暂停返回 下面就是这些这三个手柄的操作的方式 操作完之后我们要给仪器去关机 绑回主件面然后就可以关机了